这道伤疤 是你最后画上去的 你这是在有意替他遮掩 这是死罪 父亲 梅之子最近精神恍惚 他 最近我的脑子好乱 很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 爸爸 您不要再逼我了 梅之子 不要这样跟父亲说话 道歉 爸爸 请原谅我 但是梅之子想问问 如果找到了哥哥的遗体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找到你的哥哥 你才能得到答案 来来来 开饭了 开饭了啊 都开饭了 开饭了 开饭了 开 开饭了 这能是些什么饭菜 都没有在家 给两边猪圈里的猪味得好 老子不吃了 挨着不挚 饿死你个鸟祸驴蛋蛋 好了好了 不要滚烫 走 我们走 走 你出什么 你是不是疯了呀 我不同意 什么你就不同意 只是命令 还轮不到你发言 你又动手打麻战友了 你这是犯纪律 你少跟我扯淡犯什么纪律 你拿枪顶着自己人 那才叫犯纪律 要不是我 说不定你现在还在那小黑屋里 蹲着呢 那我还不是为了救你啊 拉刀吧 都被一个女人给摁住了 还有脸输呢 救你好 你的枪不也被那女的下了 行行行 咱俩是半斤队八量 谁也别说谁了 但是这事 就按我说的办 川奇哥 这事太危险了 你是去送死你知道吗 到处了现在救不出来 就得再想其他法子 可是咱们不能献成 再说了 我还答应山上的弟兄 给楚大哥报仇呢 大老爷们 说话就得讲信 行了 去吧 你给那帮人去报仇 那更是犯纪律 我还是觉得 你觉得什么 我觉得就应该 把你这猪嘴给封上 快去啊 这 你要是回不来了 我郭盖里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要想救出大初六 目前我只能借助欣平贵 但在他看过画像之后 已经开始对我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只因为新平贵的骨子里 更加仇恨小鬼子 所以他才没有告发我 但是我和他的恩怨 并不足以让新平贵放过我 这一次 我是怎么也躲不过去了 司令 您别听板田那家伙忽悠您 什么赵传奇混进黄歇军的队伍里了 我看哪 就是那帮龟孙子吓唬咱哪 日本人为什么吓唬咱们 你别忘了 老爷为了给儿子报仇 都把赵传奇给摸透了 他抓了赵传奇的手下 以他的狗脾气一定会来救人的 可是他想要靠近犯人 只有冒充我们的人才是最方便的 可 可 可咱最近也没招兵啊 怎么没招人呢 司令 您应该不会怀疑赵三雷吧 怎么了 给了你一点小恩小惠 你就不怀疑他了 我 我哪说上小恩小惠了 我就跟他喝了几顿酒 新达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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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给您讨了个好伙子 您看 您看 包伦 听见了吗 跟人家散内学学 该改改口了 别异口一个司令司令的乱叫 我现在只不过是个大队长 這就是 LU자 得了 这儿没你什么事了 先下去吧 这又是什么好东西啊 识货的先生说 这是宋朝的物件 这不 一得手呢 我就特意给您老人家送过来了 然后呢 什么然后 你几次三番对我投其所好 不会是想借我的势力干点什么吧 别以为你沾着胡子我就认不出来了 你的眼睛跟画像上啊一模一样 好小子 动作够麻利的 说 你是不是赵传奇 对 我是赵传奇 真有种竟敢混进老子的队伍里 你是走不出去了 我赵传奇既然来了 不达目的就不会走 少跟我扯这些没用呢 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 我要把你送到日本人的手里 我要官复原职 我要替我娘报仇 那是我娘 是中国人的老娘 不是你汉奸走狗的娘 你给我闭嘴 老子一枪崩了你 有本事你就开枪 看看咱娘的在天之灵 会不会饶了你 咱娘在你的背后 赐了金中豹三个子 为什么偏偏不肯赐上国子 因为你当了鬼子的走狗 他老人家看不到希望 看到的是国破家王 是没有任何的出路 老太太 您在这儿干啥呢 这个不孝之子啊 陪小鬼子喝酒 喝成这样 我趁他醉着 我得学岳飞他娘 我给他赐赐 赐赐 京中豹 老太太 您这不对啊 岳飞他娘给他儿子背后赐的是四个字 京中豹国 您这少了个字啊 娘您老在干什么呢 别动 我 我这怎么了这是 我 我都流血了我 只要是汉奸 只要是汉奸 他这辈子都不会有国的 对 睡你再叫 老太太 我从小就没有娘 您就让我叫你一声娘吧 这个果子您就给我自到后背上 您老若是走了 我给您匹马带小 太棺材板 行吗 果 什么果子啊 你他娘子凭什么赐赐这娘啊 你敢当我娘妈娘你 我认了 我救人了 你这个儿子我认定了 来我给你赐字 当初我真应该一枪崩了你 没错 你是该崩了我 但是你两次都不对我开枪 是因为你京中豹还有那么点良心 知道什么是国仇和家恨 现在你依然有机会对我开枪 来吧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大哥 大哥 赵三雷 你看什么 我说过 你走不出去的 我也说过 我不达目的是不会走的 赵三雷 把枪放下 有话好好说 他不是什么赵三雷 他就是日本人要找的赵传奇 你的部下都看到我给你送礼 还知道我请保乐兄弟喝酒吃肉称兄道弟 我在外面做事 打的也全都是你新大队长的名号 你觉得小鬼子知道这些 他们会放过你吗 这回恐怕就不是降职那么简单了吧 不睁眼的熊瞎子 你竟然敢欣老子 但是你京中豹只要按我说的做 我不但保你没事 说不定你还真能官服原职 你想怎么样 帮我灭了徐三炮 你说什么 他怎么干 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呢 活命呗 我们赵三哥扶个爪 就是希望三爷您高抬贵手 给我一头活路 到时候女人和大宅子 就全都是您的了 这个便宜还不够大吗 女人太军供我 宅子太军也供我 我干嘛呀 我有病啊我 非得稀罕一个伴的老娘们起来 我们大哥说了 那两条街也给您让出来 他不让一个试试 是 信不信 我把你们全灭了 我信三爷完全有这个本事 可您该知道 我们还有很多弟兄 在外边没饭吃 真逼急了眼 我们会跟三爷拼命的 到时候谁都没好处啊 跟我拼命啊 是不信 我现在就要了你的命 两国交战还不准来使呢 杀了我 您可真什么也得不到了 好 三爷我就信一回 什么时候动手 今晚八点 我们弟兄会全部撤走 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告辞 大哥 我们就这样让这小子给走了 啊 这个赵三雷啊 不是等线之辈 那肚子里边 没准憋着什么坏水呢 那咱们要不要去啊 去 当然去 那个左小宝啊 我还真是挺喜欢 再说说了 咱还有日本人给咱招着呢 大哥 咱可别因为一个女人 让你小子给耍了呀 你去一趟警察局 让冯队长啊 到时候带着人一块过去 是 你 你是犯枪的吧 你看看你这些行为 你随时都有可能 在我的背后下黑枪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的人早就进了徐府 他的手下不会没看见 那徐三炮呢 也一定会做这五本的买卖 到时候 你就以赵传奇和徐三炮 私下做生意 捉拿赵传奇为由 杀了他 这样一来 你在小鬼子那里 自然会落下好 你为什么不自己动手呢 杀他我犯纪律 犯什么纪律啊 你少蒙我啊 你现在连你自己的身份 都证明不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用不着证明 我赵传奇就是死了 也是八路军的人 我们跟徐三炮 往日无冤进入无仇的 凭什么听你的去杀他呀 徐三炮是最大恶级的汉奸 他依靠小鬼子的势力 收取保护费 是欺压老百姓 起家的土匪 这种人 不杀不足一批民分 要不是队伍上有纪律 必须由除监队办理 我早就杀了他 我还有什么好处 你还记得 你那件青花又里红吗 当然 地地道道的上等好货 那就是徐三炮家里的污区 好 你是从徐三炮手上 买的那件青花又里红 不 是他送给我的 送你的 徐三炮送了你一件上等的好货 你却给他做了个仙人跳 你可真是以怨报得的真小人哪 他是死孤有余 你闭嘴吧你 那叫死有余辜 你别管他叫什么了啊 你就直接说干不干吧 小鬼子可是什么好东西都抢 让他们知道徐府有那么多宝贝 那古董可就都是他们的了 你集中报也算是半个文化人 中国呢是自古文人爱收藏 能把太原城一半的古董收藏到家里 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那么你呢 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我 是啊 你不会是 什么好处都不要吧 哪能啊 是成之后 你给我个队长当他 你不睁眼的熊瞎子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个省油的灯 还在我老娘面前装什么正气凛然 装什么大义爱国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啊 整天装来装去的 你就不嫌害臊啊你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说完呢 我还得正气凛然一次 你拿到徐三炮的东西之后 至少要变卖一半 你只要钱不要古董 我一不要钱二不要古董 那你让我变卖一半古董干什么用啊 把钱发还给徐三炮收保护费的那些商铺 这些钱都是他们的血汗钱 好 我答应你 不过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认你是我娘的什么干儿子 这件事你要是给我办杂了 我可就正好除了你这个眼中底 说吧 什么时候行动 金版八点 快点 跟上 警察呢 都在暗处埋伏着呢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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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警察 知道你们是警察 你们黄学军整天跟我们警察过 不去干什么 我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 给我老实点 别闭话 三爷 里边没动静 你再带几个人进去谋谋底 好嘞 你们几个跟我来 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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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快走 新大队长 你们这么看 不合适吧 八路要饭 赵传奇和徐三炮 有秘密往来 这一片被划为禁区 你们不知道吗 我 我们没没接到通知啊 我们也是刚刚接到的通知 娘的徐三炮 这不是坑我们吗 我和他那一段紀念 我和阿姨你没有将军牲 老婆 双几岁 乌姨 尼几岁 这个朴子 这屈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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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箭强征就往里面冲 注意 尽量不要伤人 是 别怕 别怕 别看哥哥我平时要无河流的 对待女人呐 温柔 绝对温柔 大哥 大哥 这约会怎么还约出去呛出来了 你别闻杀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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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走 我再说 都小心点啊 好嘞 四话和辞去给我分开 放到箱子里 来 现在这场 来 慢点 慢点 你为啥要把东西分开放 我不是答应过你吗 变卖一半古董 贴补你些商贩 我改主意了 我就知道你会改变主意的 商贩毕竟还有个生意做 这样吧 变卖那一半 在太原城四个城门口 驾过澳洲救济灾民吧 三连哥 那可真是菩萨心肠啊 从现在开始 他就是赵队长了 叭嘎 徐三炮是黄爵的助手 半天大作息怒 我真是得到消息 说赵传奇和徐三炮有秘密交易 我这才带人冲了进去 不想被赵传奇逃脱 徐三炮开始还击 我们是逼不得已 才将其击毙的呀 可是徐三炮的手下他交代了 那个人叫赵三雷 而且当天进入徐府的 只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随从 根本就不是什么赵传奇 你是不是想到司令下疯了 太军冤枉啊 这 是你说的赵传奇 混进了黄邪军的部队呀 属下也确实得到了消息 说徐三炮和一个身穿黄鞋军军装的人 私下有往来 我知道贵君正在全力抓捕赵传奇 我这才带着人第一时间赶过去 我这全都是为了你们好啊 我这 混蛋 黑人干净 闪天津 舍弃你的战斗 荀大队长是我们的盟友 他是在为帝国斤责 不要无礼 谢谢将军夸奖 输在家无能 杀敌心切 把事情办砸了 你回去吧 将军队下 不能相信他 他是在 他是在阶级铲除一几 扩充自己的实力 听说 他把徐府洗劫一空 这足以说明一切 难道将军队下 就纵容他这么做吗 你要怎么样 杀了他 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光靠我们帝国军人 完成不了圣战 我们还是要靠他们这些人 任何时候 一花之花 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 只要 让他们得到一点小力 他们就会为我们继续服务 可是我信不过这个新平贵 这些人我都信不过 但是目前还用得上他们 他也 大佐 楚大哥的仇事爆了 但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 小鬼子很快会查到这里 你们得赶紧离开 不知道大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我只希望你能兑现你的承诺 我走 我绝不会挨你的眼 可是弟兄们 那就从我的眼前消失 我不想看见你 传奇哥 你给弟兄们报了仇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们的大哥 只要有需要兄弟们的事情 我们楚家寨的兄弟 绝不含乎 对 我绝不含乎 对 我绝不含乎 对 我绝不含乎 各位兄弟 谢了 你这个人 是吧 你这人 对我说 你明天 不是 你这个人 不是 有点 你 你 你 怎么 你 梅之子 我发现你对金脸色不好 是不是病情又严重了 不 是我整日为你们担心 担心我们 为什么 我们身在他乡 这到处是被你们屠杀的人 他们是会不断地报复你们的 我真的害怕 不要害怕 我会保护你的 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完成圣仗我们很快就会回家 可我希望你和爸爸 现在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 我是军人 没有得到同意是不能回去的 你也不要再跟你父亲说了 他不会同意的 爸爸如果找到哥哥的遗体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家了 找到你的哥哥 你才能得到答案 不要 有大华爷们 没有 冰堂会 您来这儿 不要 已经两天了 别忘了 你可夸口说 五天内救出大出流的 不用你唠叨 这种事我比你算得清楚 那你想出办法了没有啊 现在倒好 连个住处都没有 你说你怎么混的 还能让人给轰出来了 我说你郭盖里 不说这种没味儿的废话 你能死啊 是你啊 你咋在这里啊 你不是答应我 要帮我找我哥哥的遗体吗 怎么当黄邪君了 这男人不当兵怎么能行呢 我传这个是因为 我没地方可去了 那又想帮上你的忙 我只能投靠 八路军的敌人了 这黄邪君呢 又是你们日本人的狗腿子 所以啊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请你带我去找我哥哥的遗体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会做到 但不是现在啊 我现在有要紧的事情 等忙完了这阵子再说 好不好 我 我能相信你吗 能不能相信我 这得问你自己 好吧 那我选择相信你 这不就完了吗 这样 你先回去 我呢 还得维持这里的治安 快回吧 回吧 回吧 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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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回回回回回回回 慢点啊 什么情况这是 谁的遗体 他是谁啊 他呀 就是那个同婆自己肚子的 那个小野的妹妹 什么 他知道你在这儿 那咱还不赶快跑 跑哪儿去啊 他不会告发我的 为什么呀 你说为啥你看不出来吗 他脑子有毛病 而且他呀 整天一脑闷的心思 就想着让我找他哥哥的是什么 哎 我救过他 他要是把我给出卖了 他还上哪儿去找他哥哥去 哎 可他爹不是也在这儿吗 那不就是为了抓你的吗 怎么了 我说得不对啊 你又想什么呢 他爹 是 难道不是啊 他不是小野的亲妹妹 是野猪 他还野猪呢 亏你想得出来 我想出九大厨柳的办法来了 啥办法 就像当初在太渊城 我帮家西川子郎 换回被抓的老乡一样 帮了他爹 把大厨的给换回来 哎 你想得到美 他爹是鬼子的将军 是你说绑就绑啊 这事 还得要那个金钟宝帮忙 老爷 外面有个赵队长来找您 哪个赵队长 不清楚 他说他叫赵三雷 让他进来吧 是 您请 大哥 我来看你老人家来了 他 探枪 探枪 探枪啊 我要看看是你探枪快 还是我开枪快 行啊 新大队长得到好处 就想杀我灭口是吧 来吧 来啊 我赵传奇要是眨眨眼 就不是个大老爷们 你个不整眼的熊下子 你 你小点声想想 想害死我呀 怎么了 这小鬼子没给你恢复原始啊 你还敢跟我提这档子事 那个徐三炮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赵传奇 你害得老子差点丢了求命 你现在又想跟我玩阴的 我看看你这回拿什么跟我斗 我要的就是这样 你说什么 很简单 就像现在这样 你拿枪顶着我的脑袋 然后你带我去见小鬼子 就说你抓到我赵传奇了 看看他们能不能 让你重新当上司令 你小子是不是 从小吃铁驼长大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带我去见那个老爷 我倒要看看 他长的是什么牛头马面 我没病 咱中国人有句老话 有其父必有其子 你知道吗 当初那个小爷 也就是那个老爷的儿子 就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家伙 谁都信不过 更信不过黄贤君的人 他不相信你 也能这么轻易地抓住赵传奇 你把我抓去 回头等他醒过味来 一定会让你重新当上司令的 还回头 你觉得你还会有头吗 那然后呢 着急回我绑了他 换回我兄弟 这礼外礼你都有礼 这可又是一笔不赔本的大买卖呀 怎么样 警钟报 这个地方 宣大队长 他是什么人 报告将军阁下 他是赵传奇 我抓到他了 我跟你说啊 到时候 你一定要站在我的侧后方 好好好 去高点高点高点 你要压着我 高点高高高高点 对对就这样 你压着我 就这个位置啊 咱们趁他不注意 我会卸下此刀 就像这样 怎么卸不掉啊 你抓好了 要不然我怎么卸呀 到时候就像这样 我卸下此刀绑了老爷 好 好 好 新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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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将军 不不 那个是半天大佐 好 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在哪儿抓到他的 我是在驻地把他抓到的 他的眼睛跟画像上的一模一样 他当时神经紧张 又是新补充进来的人员 我就把他给抓来了 他就是赵传奇 你 爸爸 我想跟您谈谈可以吗 等一下 告诉我 你是不是赵传奇 说话 告诉我 你是不是赵传奇 新大队长抓住了赵传奇 我们都可以回家了 新大队长 你太高估自己的能力了 半天大佐说得对 你是想官赴原职想疯了 你能抓住赵传奇 你们两个都是愚昧无知的蠢才 愚蠢 来吧 给你们两个人留个纪念 赵传奇 抬起头来 新大队长抓住了赵传奇 拜个姿势 来啊 笑一笑 笑一笑 新大队长抓住了赵传奇 他完成了我们敌国军人没有完成的任务 好了 那句该收场了 带着你的猎物 赶快离开这里 将军阁下 这 可是这 滚吧 你们两个可笑的家伙 滚 都给我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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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为他自己能抓住赵传奇 什么意思 你不好动手 刚要动手 美之子出现 把计划破坏了 不是没认出你来吗 这种计划可不是天天都能有的 他人都有毛病了 那我总不能欺负个病人嘛 就是下不了手不是 又不是绑他 他爹总不是病人嘛 怎么就不能绑了 那打破溜怎么办 再想其他法子吧 但是这招险奇没白走 起码我们知道 小野他爹那张驴脸长什么驴样 还有这个 这什么呀 小鬼子强盛的 坐镇不收拖 小鬼子强盛的 坐镇不收拖 没什么担心 没什么担心 就算是 倒在不通沙上 我们会奔下同一个神力 让神兵呼啸吧 最亮的号角 让热血取迹最强的风暴 让刺刀晒到岸 最快的风暴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敌人的疯狂 让戏指漂亮吧 最空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信任者 信任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 江湖重逢 不畏惧伤痛 就算是等不到黎明 我也要看到我小的曙光 向前冲 向前冲 兄弟 兄弟 没什么 没什么担心 就算是 倒在不同沙场 我们会奔下同一个胜利 让神兵呼啸吧 最亮的号角 让热血取迹最强的风暴 让四岛晒掉吧 最快的风暴 让烈火吞噬掉 融化掉敌人的疯狂 让戏指漂亮吧 最空的海洋 让信仰给我最强的力量 让子弹穿透 每一个信任者 让铁血告诉你 这是英雄的国家